今日的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华润置地1109 简选原因是内地加强房地产市场支持政策 政策推动下短期内房地产业开发链相关股份有望延续反弹 股份关注华润置地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落实认防不认态 华润置地今年下半年总可授货源达到超过3,800亿人民币 当中接近九成位于市场供求关系健康的一线二线城市 预料较能够受惠最新的政策 策略上华润置地过去五年逐年增加派息 今年中期再增加3.8% 去到0.216元 落下星期一收市价36.45元计算 彭博终合券商预测今年息率可以超过4.3 走势上华润置地挑战年初以来的下降轨 预料上破机会大 可以抛35元附近级 中长期目标参考大行的平均价45分 跌穿45元 跌穿上周四的低位32.8.00 走势而止